你瞅瞅,争议来了吗? 那个必非的进球到底是必非进的,还是C罗进的? 今天我做的那个视频呢,其实也来了很多朋友的争议 但是呢,随着这个事情的发酵,争议越来越大 这个葡萄牙已经要向国际足联申诉 要把这个球呢,重新判给C罗 那么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这个事真要是成了荒唐啊 荒唐,真的是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同事操个相间合集啊 都是一个国家队的 这个球又不是乌拉圭打印的 都是葡萄牙国家队打印的 你说算谁头上不是算的 只要你球队获得了胜利就好呗 当然了,还有另一种说法 当然这种说法我也是承认的 就是说这个球啊,必非在传终的一刹那 它绝对不吃射门 好,那就算是错进错出 它这球就打进了,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说,说C罗如果说不出击 不晃,门将那一下子 门将就很有可能把这个球抱在手里 那当然了,对不对? 因为既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都是正向的结果 咱们只可以尊重事实 但是事实就是C罗出击了 可能是干扰门将了 那个球就打进了 对吧? 这是一切正向结果 咱们实施求是就事论事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球到底是不是C罗打进的 那么就我个人观点来讲 我基于两点 第一,我相信国际中联做出的判断 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 对于这个越位啊 体毛级越位都可以用VR观察的特别仔细 你别说一个进球了 对吧? 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 你只要细细找的话 他肯定能找出蛛丝马迹 这是C罗打进的 对不对? 那既然说已经算在必废的身上 我感觉这个就是已经是失职了 对不对? 不可能是说你C罗打进 应要安在必废的头上 而且这个这是一点 就是相信国际足联甄别的技术 第二 我相信一定的物理基本知识 就是说咱们只要学过一点物理基本知识的话 你就可以认为 你就能知道这个球到底是谁打进的 因为你不论从哪个机位哪个角度讲 你说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还是说怎么样的啊 这个球的确是弧线中途 没有发生改变 对吧? 这个球你不论是怎么样 如果说C罗要是碰到的话 那这个球肯定改变方向 我就敢这么保证 因为你得最起码 你得尊重一定的物理的基本的这个规则 或者说物理运动的这个基本的定律 对吧? 你要碰到的话 肯定会改变它飞行轨迹的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种说法 说可能头发碰到了 头发碰到了 算不算这个进球呢? 头发碰到了 的确碰到了 是这个C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碰到了 算不算进球呢? 当然了 在我看来 别说头发碰到 就是寒毛碰到了 也算C罗进球 但是 但是 今天不就新闻出来了吗? 用20倍的这个放大的这种 效果来看 C罗距离那个球 只差了一厘米 只差了一厘米 那么最后我说一说这种事情的看法 这个事情不利于一支球队的团结 尤其是自在夺冠葡萄牙球队的团结 手心手辈都是肉 这不何必争呢? 你说都是自己家孩子 葡萄牙租协至于这么帮C罗 一定要要回那个进球吗? 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 只要球队获得胜利就可以了 那么也有这个小伙伴说 C罗这个进了球之后 直到不是他自己进的 还像那个 还跑向避废 怎么怎么样 去祝贺 去祝贺避废 是吧 那这个事情我不揣摩这个动机啊 但是C罗在比赛结束之后 他在跟裁判 做这样一个手势 大致意义啊 这个我相信这个图大家都看到 大致意义 我这个球我的确顶到了 的确顶到 但是我还是想说 你顶没顶到 摄像机他有证据啊 对吧 那个 包括这个裁判呢 视频裁判 他有证据的 你没顶到就是没顶到 对吧 所以说这个葡萄牙主席 申诉这事 真是没必要 我感觉啊 申诉这个目的只有一点 就是啥呢 就是C罗目前在C罗 不打进八个球了吗 就是这个球 算C罗头上 反正就是打进九个球 也就这样 就是记录扩大一点点吧 反正好了 就这些吧